讲是以新闻影片来带入今天的主题 气候变前是当代面临的延续挑战 会提升民众节能意识并落实节能行动 草存镇平宁社区举办节能减碳宣导活动 会以上课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些节能减碳的观念 还有一些方法 还有一些能源的来源 还有我们遇到的一些困境 所以我们会比较深入去跟长辈或是社区的民众去介绍 让他们比较有感 然后真的是亲身体验 对抗地球暖化 气候变迁加剧 应该从食衣住行娱乐 生活各个层面实践 在落实这些方法的过程中 除了能够逐步改变生活中的习惯外 也能建立及培养节能减碳的观念与意识 让低碳生活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着重在一些理解 还有一些我们用理性去思考一些能源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一直对那个缺电 还有一些核废料核冷的问题 还有一些那个 譬如说什么天然气一些三阶的 之前也有公投这些议题 还有我们一些绿能的问题 就像太阳能啊 还有那个风车那些问题 那都会比较广泛让大家去了解 县远唐晓芬表示 简能减碳必须大家一起吸收努力 期许透过活动的举办 培养民众珍惜能源 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将第一温室气体排放 以建立爱护环境 让地球得以永续发展的观念 如何来做节能减碳的工作 需要说很多全民的 大家一起来配合 那也希望说能够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我们的食衣住行等等 都能够做到节能减碳 那也希望说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尤其我们的垃圾也非常的多 如何来做节能减碳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从我们的电源也好 我们平常的一些电器也好 甚至我们的开车也好 都能够做到这些节能减碳的一些工作 社区表示 节能减碳是举手之劳就可以做到的事 像是省电省水多运动等 不但不会影响日常生活 还可以让身体让地球更健康 记者洪一伦草豚采访报道